有明星到訪我的家 太高 哇 太美好了 我老爸在海族的 海族 你以為是逐隻打 是呀 你一定行 蛇三嗎 什麼蛇三嗎 太白了 不成這樣 我去了哪間酒樓 那次呢就是 哇 原來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美好周大高哥 美好各一天 今天的影片有一點不一樣 竟然有明星到訪我的家 還是一位男演員 你們或者你們的父母 有看香港電影 香港電視劇 都會知道他是誰 他就是 京浩曼 哈哥 多不得看 謝謝 我很緊張啦 他們現在on the way 來我家 我現在手抖了 我的計劃是這樣的 他來我家嘛 打算呢 煮幾道好料給他吃 呃 我爸爸教我的 因為我覺得 我煮的東西 不懂我能不能送到大腸麵 所以我請教了我的大廚老豆 教我煮幾道 可以上得大腸麵的一些菜肴 假設 希望哈哥會喜歡 叮叮叮叮叮 喂 姜仔 你到了嗎 幫我開鎖啦 我現在拍我的下人 來接你 怎樣看到姜仔 哈哥 哈哥到了 怎麼辦呢 我現在有點腿軟 因為我真的是 有點怕他 就不懂他會很兇 希望我這個搞笑的性格 可以暖化他就行了 每次看他的電影就覺得他很嚴肅 所以我有點不怕 為了緩和那個尷尬的氣氛 我就準備了這個紅布 這個紅布不是鋪桌子 等一下給他吃東西的 是 大人物來我家 我覺得好歹也要鋪一個紅地毯 給他走 可是我知道他紅地毯走了無數次 其實純粹就是鋪了 我也想一起走 哈 沒有這個咧 哇 感覺我家裡有喜事要做 欸 OK 咧 我練習一下 快點 快點 咧 快點 咧 就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走 等一下 等一下你可以有Freshlight 放紅袍 謝謝你 完美 他會開心嗎 拿回來啊 有多少時可以做紅地毯 真都假都 我沒有做過的 你們先 你很美好啊 不要拍見到你啊 打批見到你 請問你 打一步做問題是什麼 啊 她知道嗎 刺貓癌癌 对啊 对啊 西洋洋的那个新年 索战电影 限制版本啊 等一下我就把我自己锁住 交叉开我 我 我 我真的 真的很精彩 你看我讲话都口齿了 我觉得要有一个 口号 这种尴尬的东西 不会只是我一个人做 亲迎来 1 2 3 哎呀 我可以 这个这样没有默契的每次 我是我有陛 是很好 很棒 你觉得他感到我们的 尝尬吗 热情 嗯 他从没有意识地拍 Vlog 拍到那么紧张 走吧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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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我真的很緊張 可以啊 只是鋪給你走 真的嗎 真的嚇我三大跳 這麼多朋友在這裡嗎 是 是 是 大家都很喜歡你 好啊 好嗎 小朋友 嗨 這個…這個才厲害 可不可以摸一下嗎 可以… 誰來的 誰 嗨 大家好 又是我美好 祝大家一個美好的一天 歡迎來到美好隨訪之男神嫁道 今天的男神 我們歡迎姜浩文 黑哥 嘩 太美好了 我未正式自我介紹 我是美好 祝你一個美好的一天 姜浩文 今年33歲 穿飲桌 喜歡吃東西 IHOW是睡覺一睡覺煮東西的 嘩 棒啊 有這些聲音多想啊 阿哥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的觀眾 打個招呼嗎 大家好 我是姜浩文 我很高興今天來到美好家 因為有大餐吃 我第一次真的煮飯給明星吃 所以有點緊張 其實我已經想好我會煮什麼 你來了 但是我的爸爸說 這些菜不能上大場面 叫我換了菜單 你爸爸也出來了 對 因為我爸爸是徐司 噢 所以你今天吃到的東西 是我爸爸給的餐廳 噢 應該包你好吃 那我爸爸是徐司 那女兒應該都成功了 不要這麼說 等一下我們吃了才說 好 說廣東話的 我懂得說廣東話 那我不斷想著普通話來講 多打道菜吧 它是有名堂的 叫港式順風球精 又港式又風球那怎麼辦 純粹是一個名字 跟菜沒什麼關係 這些就是你爸爸傳授給你的 是的 名字也是他起的 噢 是嗎 因為這個魚是順風魚 噢 順風魚 希望我爸爸 希望你做事順順利利 順風順水 我在馬來西亞也拍了一部電影 叫順風魚 曾經 所以也是一個馬來西亞的緣分 我知道你剛剛也在馬來西亞 檳城拍了一部電影 那部很好看的 真的 真的 我也很想讓你牢牢地鎖住 沒事了 我們開始煮東西 黑哥, 平時有沒有煮東西? 當然不是 我以前煮東西很厲害 不過越來越懶 沒問題, 你過來 我們隨時歡迎你 我煮給你吃 那就行了 在金蘭波也有個安樂茶飯吃 對, 我們是美好餐廳 所以我們現在… 它是鄉廣東話 好, 好 喜歡 不好意思 一下子要轉頻道了 首先我們把魚放在旁邊 我們要調一下醬料 好 準備有羊吐菌 真棒 蔥、薑、辣椒 吃辣的 吃辣的不得了 再拿三、四條辣椒 謝謝英哥 然後紅棗、木耳、金蘭菇 還有香菇 好 把所有材料混在一起 對, 混在一起 放在一起之後 這個是酒嗎? 真的嗎? 加少許鹽 加… 胡椒粉 對, 加少許麻油 給它有些香味 喜歡吃嗎? 很喜歡吃 喜歡吃什麼? 很混亂 很混亂 什麼都喜歡 我的腦袋不可以一邊做東西一邊紋 所以我放些東西 可以了, 你不斷放 不要再重複放就行了 一匙蠔油 喂 對了 之後我們放少許水 兩匙 我爸爸說兩匙, 不可以多 多就味道不一樣 其實就會罵我 知道 少許的調味 之後少許的生粉 然後拌拌拌拌 因為那個魚蒸的時候會出水 所以我們不用放那麼多水 這個生粉魚是灼熟了它少許的 拌拌拌拌拌拌 我知道黑哥, 你在檳城 是 有家了 為什麼會… 有個小的安樂窩 回檳城就是有個落腳點 我也喜歡檳城的地方 那你經常都會來馬來西亞 最近就是 最近跟馬來西亞很有緣 這兩年的電影都在馬來西亞拍 是, 所剪 是, 鎖戰 是, 去年的過年前拍鎖戰 鎖戰 鎖戰就是今年會上 是一部挺好的電影 是講述一個開鎖佬 那這個開鎖佬就是一個… 好好好… 你當然是那個開鎖佬 是啊 那開鎖佬就無意中發現到一件奇怪事 再說就不行了 女主角 我沒有跟別人透露女主角是我的 沒錯, 我也沒有跟別人透露 請留意我們鎖戰二 鎖戰二來的嗎 你不是女主角的鎖戰二 還不是你嗎 不好意思, 說第一部, 看第二部 所以我們就將… 不斷說, 忘了這條魚 所以我們將我們的魚放在中間 之後我們將我們的… 豆腐放在旁邊 配料 鋪上去 對, 鋪在這裡 蒸多久呢 七七四十九天 七七四十九天 對, 你宣傳了你的鎖戰 再回來吃 再回來吃 之後我們那些醬汁要倒在… 用倒菌也很好 對, 看樣子已經很好 其實它熟了, 蒸熟了之後 可不可以再後加酒上去 給你多一點味道 看你… 喜不喜歡那些酒味 我喜歡那些酒做的東西 多一點酒味 對, 已經揮發了 對, 所以我炒菜的時候 我都會放一點點酒 很棒 將這條魚蒸大概二十分鐘 好 就可以吃了 好 好 美好, 原來真的… 真是挺美好的 哈哈 吃下道菜之前 我們先跟黑哥聊聊天 難得有美星來我家 你知不知道我 小小的時候 看你的戲長大了? 有沒有? 真的呀 我很了解你的 好啦, 謝謝你 好啦, 謝謝你 好啦, 謝謝你 OK啦 因為我們知道黑哥 你在演藝界應該有三十多 對呀, 接近四十年 所以我知道你一路演戲 都很有 passion 嗯 之後你經常很投入你的角色 因為你演 無論是奸角也好 很慘的角色也好 或者是好人也好 都很好 就好像你說得對 跟那個階段 你的演藝方法都不一樣 嗯 跟人大一路一路 好像一路還在學習 還在每一個階段 學習我 每一個階段演戲的方法 嗯 那你怎樣… 材摩怎樣說? 材摩 揣摩角色是不是? 是啊, 是啊 看熟一點的劇本 劇本你投入了下去 腦袋想起來 已經是個角色 已經進入了 其實我有個演員夢 但是真的沒有什麼導演 找我演戲 不知道是不是我真的… 你忙而已 你… 你沒興趣而已 哈哈哈 其實我也可以演戲 有機會的話 跟黑哥演一點點 好, 所戰二 我們是蟹肉桂花蛋 嗯, 小心點說 蟹肉桂花蛋 不要那麼高音 你的蟹就高音了一點 放輕一點 蟹肉桂花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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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了, 第二道菜 雜菜炒蛋 哈哈 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是蟹肉桂花蛋 對 我們真的是有蟹肉的 好 這些是冰鮮還是新鮮? 當然是新鮮 我老爸是海竹的 海竹 哈哈 首先我們需要蛋 蛋我會逐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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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確保全部蛋是新鮮 所以我會分開打的 啊, 逐個打 不好意思 這個是順序看到你緊張 在這裡剪掉 平時我不是這樣的 你說逐個打? 哎呀, 哎呀 啊, 幸好是… 兩隻都新鮮 黑哥弄到別人的心很薄 好, 不要煩一點 好… 慢慢一隻隻 好 真的挺漂亮 今天早上買的? 辛苦了 不用 這麼客氣 是 我們等一下會蒸 可以炒 炒嗎? 炒蛋蟹肉嗎? 是, 我以為你會蒸 我們會包生菜吃 好… 為什麼這樣做呢? 好像比較高級 之前我開始煮飯 之前我又有問題想問你 為什麼有問題? 你在馬來西亞這麼久 你會… 馬來西亞有多少語言? 沒有, 我的語言真的有白癡 我都經常用指指指指 你馬來西亞會懂得一點嗎? 單字 例如… 抹筋抹筋, 拉斯拉斯, 抹筋拉斯 抹筋不抹筋 抹筋不抹筋 抹筋不抹筋死不死? 是的… 你在馬來西亞住 你會跟馬來西亞的人溝通 很多唐人 這樣也是這樣 我遇到都是唐人 遇到馬來西亞的人 他也跟我說普通話 對… 因為我們這裡是三大種族 他們有些印度人、馬來西亞的人 他們都會說鬆米 會說的 而且這次回來最特別的事 人們不是說 歡迎你來檳城 歡迎你又回來檳城 回來檳城 我覺得很溫暖 很有親切 所以你回來的時候 通常都是放鬆 吃東西、去玩 沒錯 但這次剛好要宣傳 也不是逗留很久 這樣也要感謝黑哥 這麼想臉 抽一點時間來我的家 不要這樣說 這麼多好東西吃不來 好, 我們開始煮蟹肉桂花蛋 蟹肉桂花蛋 有點忘記了, 先看看 你為什麼要拿籤出來 不是, 這是食譜 因為這道菜我剛剛學的 拿平安符出來 這是蔥絲、蘿蔔絲 還有木耳 今天有很多木耳 吃好, 補膠質 好, 加少許胡椒粉 然後加少許魚 好, 先開火 好, 先開火 我們放的油 會比平時多 但是我們會解麵 即是讓它吸收更多 滑一點 對, 因為有時候用多油 不是代表我們愛吃很多油 對, 因為那個蛋的鬆度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明白, 明白 明白就好了 完全明白 之後我們會先倒油 聽說, 黑哥, 你在2023年 你剛剛拍完這部電影 2023年 對, 鎖戰 當初你接這個角色的時候 是因為它的故事 是不是很興奮? 因為它是馬來西亞製作 很多團隊都是馬來西亞製作 所以我已經 抖了一半頭了 我聽到馬來西亞 挺好的 然後再聽完故事 很吸引 很期待這部電影 我也是 我都沒看過 知道嗎? 哎呀, 又滾了 我們就把那個蛋 你說得對 真的要多一點油 對 一熟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上來 如果太熟的話 滑 如果太熟的話 那個蛋也會 對 不好吃 其實我很喜歡吃 你們香港的滑蛋 滑蛋蝦仁飯 對呀 你們的蛋真的很棒 我很喜歡吃 好, 下次來香港 帶你去吃滑蛋 真的嗎? 一定 好像蠔煎一樣 蠔煎 其實你在檳城 你最喜歡吃什麼 其實我是檳城人 真的嗎? 對, 我爸是檳城人 沒關係, 旁邊這麼有親切感 原來你有些檳城味道 檳城出很多美女 當然, 還不用說 不要讚我 說多一點 我就是說 炒桂丁 是 蝦麵 我們叫福建麵 福建麵 但是來到吉隆坡 我又要吃大粒麵 以前我吃大粒麵 我喜歡炒大粒麵 我喜歡加很多豬油渣 現在不吃肉就沒有加 但也一樣好吃 豬油渣是我的味道 是呀, 我以前一箱炒完之後 那一箱被箱入了 包另外一箱豬油 拿回香港 榴槤我也是這樣 蟹我也是這樣 即是炒蟹呢 炒蟹 回去冰冷到硬了之後 就混回香港了 你也喜歡吃榴槤嗎? 我喜歡吃榴槤 我也是 所以說 我們真的很多東西都很像 對 這個我們要把油 加一些油 對 很方法 是不是? 我爸爸教 所以說你爸爸真的是一個 如果他今天不在 好厲害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那你就握 多餘的油 出來 大哥我還沒吃得住 怎樣? 因為我的助理 他最近在學廣東話 那怎麼辦? 我們考考你 懂不懂聽年輕人的 很卡的廣東話 那些 潮語嗎? 不是潮語 他是在說廣東話 真的嗎? 對 不過有時候我都不知道在說什麼 所以要考考你的聽力 好 我們歡迎他 好 接下來以下的問題 又去問你 這個小朋友可以 對 你好 我是千年 來來來 站中間 站中間 我很害羞 他很害羞 不要害羞 不要害羞 你家裡的朋友 每個人都這麼可愛 因為我希望我們做工的時候 開開心 開心 對 因為他很好笑 對 很好笑 我想問你 是 你拍電影的時候 有沒有 看電影的時候 拍電影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 搞笑的經驗 好像很深刻拍照 深刻拍照 深刻拍照 三級印象 厲害 什麼深刻印象的 拍電影的趣事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趣事 有一次我可能太累了 問完位之前 在一個地方欺負 但是那天就是拍一場 好像那些放火 無殺案的戲 那天我是 不知道為什麼 我聽到人來叫我 但我起不了身 就這樣 那樣 那些同事跟我說 喂 是不是 我不是吧 這些沒有科學根據的東西 我是不會相信的 可能我躺著一邊 或者扎著了 但很奇怪 因為外面是大路來的 在檳城 聽到響安聲 有個不知道 響得很大聲 那我就醒了 起到身了 其實我一早起床 我聽到他們 救命 我招了他們 但我沒有反應 不知道怎樣 但動了也沒有 我知道 其實想起床 可能一是累 又摘了什麼 其實他有時候都起不了 沒事 同樣一用 我故意試共公的 翠絲 你這個不是翠絲 那個 他無緣地說一下 我真的說翠絲 他很喜歡你的 他叫什麼名字 叫Human 是 第二個問題 如果要拍一個電影 你覺得Maine適合什麼角色 我覺得她適合一些 辣妹的性格 辣妹 又搞笑 又有性格的女演員 我不行 你一定可以 蛇心 什麼蛇心 什麼蛇心 這個我真的聽不到 蛇腎 就是鞋星 鞋星 是不是叫鞋星 鞋星 鞋星 我完全猜不到 那你覺得我出現什麼角色 你覺得她出現什麼角色 你覺得她出現什麼角色 模特兒 我覺得其實殺人 如果有機會演戲 就算氣氛不多 一入戲 一開始 簡直死都沒想說 一定要開始 Action 你就 殺人才死 我可不可以做被人殺 因為比較多氣氛 日日 如果有機會 我就不敢演戲 我殺你 好 謝謝你 你 沒有 講壞了 她說她的問題講壞了 講壞了 講壞了 我講西方 謝謝 謝謝 太厲害了 怎麼不覺得我們現在 蝦肉桂花蛋 蝦肉 蝦肉桂花蛋 完成了 首先我們要擺盤 生菜 你看我爸爸幫我切得多可愛 一塊塊都收過來 是啊 其實我們平時在家吃東西的時候 我爸爸煮東西 他都會擺盤 啊 都有伴碟 是 他覺得這樣吃飯才有儀式 對 是有儀式感 現在做什麼我覺得儀式感沒有重要 是啊 是啊 那我們吃東西比較開心 為什麼叫桂花 是因為它有點像桂花 還有它五眼綠色 也是啊 是啊 再放蝦肉 我爸是不是這樣子做 我怕我拆了我爸爸的招牌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這樣包著吃 是啊 阿哥 鎖戰什麼時候會上映 鎖戰就是 星期六我想說 哇 原來是 是電視劇 大家記得收看 每個星期六 晚上八點 變成電視劇 阿哥 是 鎖戰什麼時候會上映 鎖戰就是 11月16日全馬正式上映 大家一定要留意 買票入場 是啊 不要彈到你了 你這麼急著叫我吃 不要忘記了 好 十一月十六號全馬上映 可能你們會看到我 去看電影 開發了 哇 整得不得了 為什麼會多出三道呢 是因為我爸爸非常喜歡黑鍋 就煮了多三洋菜 我們有蝦 多謝阿哥 是 還有魚滑煲 還有煙蓉 戒籠 魚滑煲很出色 很棒 阿哥 太棒了 不如我們先嘗魚 好 我們嘗嘗那個醬 原汁原味 你第一次煮這個嗎 是啊 我知道 看到這幾張平安符 說真話 鹹就說鹹 甜就說甜 剛剛好 還有那個酒味 魚已經起骨了 還有這個豆腐 我嘗嘗這個豆腐的味道很精彩 哇 很香 自己沾這個 很香 味道已經很香 不用說話 我是說的 好吃要說的 好到這樣 我去了哪間酒樓 口柴黑鍋士 不是 真的好吃 剛才有一點浮誇 但是真的好吃 剛才你說這些辣椒很好吃 是啊 這個辣椒仔 是我們KL 非常知名的 又沒有知名的 我們大家都會吃的 水 我剛才叫你小心 嘗嘗豉油再吃辣椒 真的嗎 真的 你看 辣到女兒都叫你 真的很辣 是不是 我來馬來西亞吃辣椒 這裡真的是最辣 嘗嘗這個羊肚菌 羊肚菌 吃了對身體好 最近少吃了肉多 我就吃了很多菌類 其實菇類也是對身體好 好吃 這個羊肚菌 是我在香港大澳賣的 我在大澳賣的 你在大澳賣的 你出聲我帶過來 大澳的羊肚菌很大 又便宜 下次你香港要什麼材料 我寄過來給你 不好意思 我帶過來給你 我要兩斤 好 再來呢 試一下我這個 直接用手吃 好 你要放一點辣椒仔 好 好 有一點多辣椒仔 不用 很健康 好到不得了 真的嗎 辣椒仔 原來真的加點辣椒很好吃 它會把整個材料的味道提升 放心 各位有這麼多位置嗎 我會留給你們 多位置盛一點 我盛一點 馬低調我們 低調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鴛鴦芥蘭 一邊是炸的 它的葉是用來炸的 這個是芥蘭葉來的嗎 芥蘭葉炸了 那邊就是芥蘭框 什麼菜要這樣炸了呢 通常都是芥蘭 炸又炸的味道 黃嘞又清醋的味道 但這條芥蘭很幼細 好像芥蘭苗 香港芥蘭 又是香港芥蘭 好, 說說話 這裡賣的 特意賣XL的蝦給你 讓你吃到少許蝦 這是豉油蝦 是, 豉油黃蝦 這個蝦真的很好吃 而且蝦剛剛好 不會太乾、太老 是… 很脆 兄弟, 真棒 我已經注意到黑哥 他的眼神一直看著鍋 對 你玩鍋 但我又叫你吃菜 你不停吃菜 先吃菜, 先吃菜 好… 現在就讓你試這個 我要魚和, 冬菇 豆豉, 豆豉, 蠔豉 每樣一樣 然後有一點醬汁 好 嘩, 瑤柱很好 嘩, 瑤柱很好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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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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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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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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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些我們過年才吃的 所以說我今天好像過年那樣 恭喜大家 是的 2024年 派, 派, 派來士 還要過年呢, 還要留意我今年 在馬來西日有賀歲片上 我記得, 擺飛入場 真的嗎 其實是一部懸疑片 就是要觀眾猜一下 恐怖的, 我很怕看恐怖片 氣氛當然有 但為了你, 我會去看 你不看恐怖片嗎? 又不會怕到這樣的 我怕我發呆 我怕你看完之後 不讓我上來吃飯 嘩, 透露了很多 難道你是空小 想知道 10月16號 留意鎖墊 它會鎖住你的心 不要阻礙我吃這個蠔子 好吃 好吃 真的冷酷 真的好吃 希望你可以感受到 馬來西亞對你的月情 真的謝謝 謝謝你媽媽 不用 謝謝媽媽,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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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 黑哥 你最喜歡吃的 不是我的也沒有相關 其實呢 我喜歡你爸爸煮這個魚滑煲 因為我最喜歡吃蠔子 但你這個魚煮得非常出色 因為有我喜歡的少飲酒 我又喜歡吃蒸魚 所以這兩樣是我最喜歡的 兩個只能活一個 唉 說真的 兩個吃一個 這個味道 我真的喜歡這個味道 我不好意思 你不要騰我 我喜歡這個魚的 這個味道 你很厲害 放了蕭慶酒 否則Uncle就贏了你 多謝八二年的蕭慶酒 但這瓶酒也是你爸爸教你放的 所以爸爸也是很厲害 會這樣 吃這個東西 這次再好 多謝黑哥上面 來到我美好的家 謝謝 真的有個美好的一天 今天很開心 真的 吃到這麼好的東西 在你們講 原來黑哥實際上是很可愛的 不是我們電影看到那麼 很兇 千萬不要忘記 11月16號 守住鎖山電影 謝謝黑哥 謝謝美好 謝謝… 再見 我們要歡送黑哥了 下次見 下次見 我都跟黑哥去奔承宣傳了 再見 大家記得看我們的… 鎖展 鎖展儀呢 鎖展儀 要看美好的旗了 謝謝 謝謝… 下次見,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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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再見… 一切非常的順利 然後黑哥人真的是非常的好 希望就是黑哥的電影大賣 再來我家 我再煮菜給他 跟他慶功一下 下一次就到千尹煮